欢迎收听海外赛事攻略 今晚我们将会继续谈光明鼓活赛期的赛事 去到第三晚我们转播 蓝秀锦标赛马日 蓝秀锦标将为这一天的主题赛事 蓝秀锦标赛马将7场赛事由鼓活马场转播来到香港 除了主题赛蓝秀锦标 就是编排S1的第四场1984米 路程10点35分香港时间开跑 其他例如李智蒙锦标有两岁马赛 哥斗锦标这场都挺精彩 2403米虽然是三级赛 但参赛马都是一级赛能上名的马都会在列阵 去到其他让赛 有两岁马赛 尾场是全球会合彩池的让赛 是一千米草地 途程有长有短 主题赛事的蓝秀锦标 路程大约2千米 实际上如果是真的 就算是1984米 这项途程赛事 其实在最近两个股赛期都会有举行 我们采到形势图再给大家看一次 这次出马这么少 影响不太大 只有六匹马 应该容易 拿位留放 哪里起步呢 一起步又要 左下右 然后转弯 后来就冲下去了 考验马匹的速度 那就会采用长直路 采用长直路 就会大一点点的弯 六匹的参赛马 一号的慷慨的宽雲 威斯参皇 禁标跑得好 布宇和跑 继续都排在六档 保索夫人的二号马 排在五档 帝号风华 我白人的阵营马 这次是带途里跑 排在一档 主水莫雅 征德女杰 排在四档 技艺高 胜御堤 两匹马之前叶芯的 像素菜 但之后在交叉的不错 排在二档三档 骑斯马昆和高俊成 出马六匹 但张力很足够 我们看到 慷慨宽雲 威斯七宏錦标 那场很精彩 跑得很精彩 慷慨宽雲 你看他上年 一直杀下来的战绩 他在欧洲都是一阶 前列那几阶 一定有份 他去法国赢了一级赛 美国用马者盃都跑得好 回到来 今年复出这一场 就是威斯七宏錦标 其实这里的勢势很好 一度都追到 心之所无 但是对方会回气 将他弹开一点 始终也是贵来的初出 难免可能状态都未到位 他变成挂头牌 始终也是连掌马 虽然是这样 但始终他的经验上 你看看这场马 整场马 六匹马 唯一只有他跑过 鼓活马场 又是赢过 跑过又赢过 所以这个也有些优势 这方面就是优势 但是要让对手少少绑 看看会不会 这个稍稍有些缺点 可以影响到他的 不过赛前 我们都找了他的连马师 范思维 说说他 这三个车子 有很好的役势 在赛前 我们认为 如果我们等待 我们等待 至于 但是 我们有三个月 和三个日子 所以 有很多时间 而是很值得 很值得 它是很值得 很值得 所以 它是很值得 而是一场赛 是一场赛 它是一场赛 是一场赛 它是一场赛 其中一场赛 所以 这场赛 应该是一场赛 我认为 一场赛 是一场赛 它是一场赛 所以 我们会担心 而不是其他人 所以 留意一下 因为慷慨宽宏 这场赛事 是属于连长马 所以 他们也要 让三岁马 磅位都很远 要让到九磅 这个考验 其实在这些赛事 来说 都不小的 如果你在坚囊 这么硬的马场 能够赢得 鼓活都跑得好 我觉得 场地也不太担心 反而让磅 真的要考验一下 因为这些三岁马 尤其是今季 欧洲的大赛 三岁马表现 都挺好的 是的 我之前也看到 有了分灵 让磅 的绑差之后 对局势是影响很大的 所以 雅大爷 你看到 英雄錦标真的可以赢得 可以一有让磅 除了他之外 因为连长8 还有一匹 保索夫人 上一场 原来跑得很精彩 上次 其实债雨人不太好 而且对手都强 因为几者都跑 监缅錶 跑得好 然后再在 薩塞哈斯 按标出战 这场赛事 我们其实在介绍 白雪灯 和滴酒不尖 都有说过 其实外档 你留意 现在镜头最左手边 撞得几撞都稳稳 我觉得他的路程 是不是太短了 有可能 不切 很劲地冲上来 中点前 蹦蹦的声上来 但如果你看看前面 那三匹 三匹都是硬的 就是这么多 我相信他的能力 都挺高 而且他不是年轻 马尼 有点大气晚成的感觉 但如果你看看上场 的表现 我想他再跑长一点 可能 他跑起来比中距离赛 可能的威力更强 也不一定 虽然你还没试过 在实战上 但你看看血统 天赤堡区的女儿 没理由天赤堡区的女儿 跑不了长 成全堡都跑得很长 还有很多都能跑到长途 所以我觉得路程方面 对他来说 我觉得不太担心 是的 因为始终天赤堡区 英王錦标冠关 是说跑到2400 而且你看他的跑法 他的加速是比较慢 相信似乎增程 可能比跑一里 这点大家可以留意 赛前也找了 布索夫人的莲马斯 查韦斯 看看他这匹马 究竟现时的状况是如何 所以要有丰富的 所以要有丰富的 是很高的 她是很高的 她是长了 她现在长了 她是五岁的驰 现在 她是比较多 比较多 比较多 于三岁 四岁 我们认为她是很高的 股量 但在她的走路 她是创作的 在沙丽丝 大利亚 丽丝 I think she was quite adaptable in the Falmouth stakes I didn't think she got the rub of the green . Look, Snow Lantern is a very good filly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think that But I felt at the time that we were the best horse in the race Our initial thoughts were the Nassau stakes against her own sex I've been really keen to step her up to 10 furlongs as well I think she's very good at the race I think she's quite adaptable 所以我肯定很肯定她的回合 加冕錶 另外珍喜藍鑽上街 法國仗樹大賽贏員過來 今年也是 這個陣營的部署 正正是法國仗樹大賽盟主 這次又過來跑這一場難收錶 其中一部上次跑第一 剛才阿佳說了 正德旅傑之前在法國仗樹大賽 我們有轉播 那場馬贏得上來 都算是清脆利落 女版金教堂 坐椅一樣 都是曼迪沙布騎 又是跳程上來跑 守著一個漂亮位置 一騎就過了 那她大致上 全程守在一個挺有利的位置 她又不需要跌倒很厚 進來即拉 雖然走規似乎還有些自亂 但是衝一下又厲害 衝一下又厲害 如果看跑法 她就會有少許好處 因為這場馬少 放在前面走的馬未算很多 但是她勝在自己帶頭可以 和跟前都可以 在這些小馬的場合 說不定會佔到形勢之利 容易彈性的處理 剛才說寶索夫人 我都有點怕步速 又偏慢 縮馬一救 好不好追呢 這是問題 但這次又不一樣 正德旅傑 你見到跑法很彈性 跑短一點其實之前 也有表現 當然戴後鋒和華都在一起 看看前一場 愛爾蘭的一千堅尼那場 當時也是 入到直路之後 正德旅傑就想先走掉 但這場就走不掉 路程關係 可能因為一里 她亦都往空的時間比較長 反而被自己有個帝後鋒 追上來 結果是剛剛緊輸 過終點那場 其實兩隻馬女都很血統 正德旅傑 正德旅傑 就是教堂合局的妹 另外那隻 戴後豐華 就是國管國的全妹 國管國在2016年贏過 難受錦標 所以我覺得這兩隻馬 跑到路程方面 我也不太擔心 不過近方 正德旅傑應該都稍稍請先 所以主席 只剩下兩匹 只剩下兩匹 就對戰過 似乎看起來 排面好像比較弱 聖譽題和技藝高 兩匹馬最近一場 交沙地賽對戰過 分別跑第一第二名 應該說他們的名氣 暫時沒有剛才數的那麼厲害 但是前景可能都不錯 聖譽題和技藝高 兩匹馬剛剛在葉森上樹大賽 跑過來 不過當日大難地 兩隻馬很早都收了 所以勝負距離就放大了 很難計數 你看這場成語題 好像比技藝高更加亮麗 撲上來幾步 但是有時小馬場 跑法很難說 這場你技藝高出來而已 但如果這次跑這場 難受錦標 不是這樣的步速 又可能不同 因為看葉森仗樹大賽那場 技藝高先過終點 所以他未必跟你相差很遠 我想可以這樣處理 兩匹馬 你當他們都是能力比較接近 不過當然 他們那組的狀態 撞回貞德呂傑 或者慷慨寬宏 夠不夠跑 就是另一個故事 但是 畢竟他們都是三歲馬 是受讓榜 所以都不能夠完全看少他們 馬就六匹 看來張力都挺緊的 如果真巧你選一匹 你喜歡哪匹多些 剛才說三歲那麼好 貞德呂傑應該都一定選的 你當去金教堂 你之前之後 贏完法國經典賽之後 回去歐洲英國 跑些年長馬 讓絕榜 一樣都贏到日式大賽 我覺得這些馬都有點像 但是 希望最近都贏回一些賽事 不如之前說得那麼沉 希望這次都跑得好 至於這一對年長馬 其實我都喜歡 慷慨寬宏和寶索夫人 但是剛剛 如果看過心知所望 在英雄錦標那場賽事的表現 我有少少擔心 慷慨寬宏那條方拉 是否真的好得那麼緊要 反而寶索夫人 她對著那組的白雪燈 都是硬的 還要自己跑蝕 回來都是輸的 這次家程 始終是天賜寶區的女兒 我對她有些期望 所以如果兩匹要選一匹 我就會試試保索夫人 蘭秀錦標賽馬的賽事 頭場賽事開跑時間 和之前兩晚都是一樣的 香港時間晚上8點50分 就頭場賽事 全晚跑七場 大家留意各頻道的播影時間 我們今晚節目時間就夠了 下次和大家見面 很快 星期五晚上會和大家見面 但到時就不是談英國馬 是談南非冠軍杯 到時再談